原标题 导致了他们归属到不同的领队之下 侠甘义胆 重情重义的关羽 归属到了他的大哥刘备的麾下 性格刚烈 聪明好学的夏侯敦 归属到了曹操的营下 能争善战 由永有谋的黄干 投入了周瑜的怀抱 每个人都集聚自己的性格特点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稀粉无数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 可能都有一个大英雄 这些大英雄不一定相同 但是都代表了我们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许多人都认为 赵云赵子龙是他们心目中的超级大英雄 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族制多谋吸引了他 所以他认为诸葛亮才是最聪明的 其实三国众数一数二的人物有很多 但是都比不上这个人 这个人并不怎么出名 知道他的人很少 这个人物的姓氏也非常特别 他和文天祥一个姓 他就是文渊 文渊在大部分人读者的心目中 都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将 但是在那些精通三国历史的人物中 他却是一名超级厉害的大英雄 这个人出场时间在魏莫尽初 在所有出场的人物中算是比较晚的了 这也是导致他名声不高的原因之一 在晋朝初期 司马施主张派遣司马班去讨伐文师父子 文渊的父亲就想要快速撤离 以此保住所有人的性命 但是文渊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逃跑只能加快五方的灭亡 还不如和对方大战一场 这样也死得很光荣 在文亲他们撤离之后 文渊独自一人单枪 匹马与司马施的许多士兵 面对这么人多人的进攻 他也并没有害怕 反而越战越勇 在这么多人中 他竟然还杀出了一条血路 从小骁勇善战的他 并没有展现出一丝一毫的打气 而是用他的武功和执念 战胜了这么多的士兵 杀了一波又一波士兵的文渊 并没有感觉到很累 反而越挫越勇 那些围攻上来的士兵 看他这副模样 便也不敢进攻了 我们不难看出 文渊的战斗力非常的强大 就算说他一人敌万人都不足为过 有些吕布的粉丝就开始反驳 认为他肯定打不过吕布 吕布这个人虽然骁勇善战 但是他和别人的几场单挑中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而且吕布能够在这些战争中活下来 全部都依靠他的赤兔马 这个马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也非常机灵 这让吕布在单挑中占了一些优势 即使这样 他也也没有打赢对方 而文渊的马是一匹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马 就算是这么普通的马 他也能够战胜对方 一下子就能够对比出来 两人的武艺如何 我们再把文渊与赵云相比 文渊与赵云从来都没有正面交手过 民间有一个传说 赵云听说对面山头有文渊时 就命令所有的队员 绕过这座山 这也不是说赵云害怕文渊 而是赵云害怕耽误时间 因为他知道 文渊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如果要和他应拼 肯定要浪费很多时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